男孩看到爸爸没喝完的酸奶 便伸手拿了过来 爸爸健壮凶狠地警告男孩 以后别碰他吃过的东西 男孩不知道的是爸爸已经身患绝症 还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约翰是一名擦窗工人 他白天上班请义工照顾小麦 下班就一直陪着儿子小麦 给小麦熟悉 讲故事 等红小麦睡着后 他才可以做些自己的事情 他患了绝症必须按时吃药 但他要装作一切如常的样子 他想了很久 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前 给小麦找到一个新家 第一对夫妇 喜欢田园生活 除了通勤不方便 环境那是相当好 他们性格非常开朗 约翰很满意 如果孩子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他一定会很快乐吧 约翰正思索着 可男主人接下来说的话 约翰瞬间改变想法 见约翰不对劲 男主人连忙改口 话也越来越不对劲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孩子 约翰不敢冒这个险 也许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约翰带小麦上了天桥 看着不停驶向远方的汽车 他问小麦想不想住在不同的家 约翰沉默了 他再次去领养机构查看资料 工作人员建议他准备一个记忆胶囊 留给18岁时的小麦 约翰不同意 说完过后约翰沉默了 回家后约翰继续装作平常的样子 他尽可能地陪着儿子 看看这世间不一样的事物 陪儿子一起画画 带儿子公园玩耍 还有一起吃冰淇淋 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亲的关爱 他真的不知所措 工作时看到别人的孩子 童年是那么的快乐 他多想小麦也能这样啊 男子身患绝症 他心里想到底该怎么告诉儿子 自己即将离去的事实 这时 男孩在树下看见一只死去的甲虫 他天真无邪地问约翰他怎么不动 约翰直接告诉儿子他死了 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 它们都会变老然后死掉 它们的灵魂会离开躯体 只剩下空洞的躯体 约翰没有接受麦夫人的建议 他不想小麦知道自己死后 还能给他温满 这天约翰带着小麦去见了第二对夫妇 他们家养了一只小兔子 男主人自顾自地吐槽邻居家养狗 还有模有样地提醒小麦 要小心 不要被狗咬 可是小麦喜欢狗狗 回家的路上 约翰问小麦喜不喜欢小兔子 小麦说他想要养一只小狗 把小麦送到同学家后 约翰到了麦夫人家工作 约翰问他 自己该怎么解释自己即将死去 麦夫人说他母亲相信有来世 他年轻时还笑话母亲 但现在他相信了 因为有时候睡不着觉时 他能感受到母亲的温暖 慢慢哄他入睡 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整天都在想着小麦将来的生活 却忽略了现在的自己 这天他在工作中头痛欲猎紧闭双眼 这个斤斤计较的雇主 还以为他偷懒睡觉 雇主一番冷嘲热讽后 叫他下次不要来了 他去医院做完检查 约翰此时知道 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买了一盒鸡蛋折返回来 用投掷的方式 给自己的劳动添加些蛋黄的艺术 就连雇主的小红马 也要添加点艺术的气息 短暂的趣味并不能缓解约翰的头痛 年幼的小麦爬上比自己高的水池 他不会用语言表达 但他会给爸爸倒上一杯水 乖乖躺在他的身边用小手安抚他 恢复精神后 约翰带着小麦见了第三对夫妇 两人已经有六个孩子 有轻生的也有收养的 家里还养了一条狗狗 为了打消约翰的顾虑 女主人解释道 无论是轻生的还是收养的 他们都会一视同仁 并且 这将是他们收养的最后一个孩子 面对同龄的孩子 小麦却显得不安 怕他带来的小恐龙玩具会被抢走 连续三家都不满意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想到了前妻 问领养机构能联系到他吗 机构说他抛弃了孩子一走了之 这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我们不能拿小麦去冒险 几天后到了约翰34岁生日 同时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 蛋糕上插满了34根蜡烛 他还乃气地对约翰说 约翰正想借这个机会 跟小麦讲讲衰老和死亡 随后小麦递上这第35根蜡烛 好像在说明年我们还要一起过生日 他强忍着泪水 他不知道这是儿子的无心之举 还是儿子察觉到了什么 这个男孩 意识到自己的父亲要离开了 因为他已经去过三个家庭了 约翰带着小麦到了第四个家庭 是一个单身女人 16岁时意外有了孩子 由于亲人及朋友的哗然 无知的他将孩子送给了领养家庭 多年后医生告诉他 他再也无法生育了 他想领养一个孩子 来弥补这份缺失的爱 但丈夫不那么认为 他无法爱不是亲生的孩子 为此他不惜和丈夫离婚 由于是单亲家庭 至今都没有家庭将孩子交给他抚养 约翰听了很是感触 也聊起了自己的少年经历 这时小麦问起了女人 约翰愣住了 他不知道是谈论甲虫那次 还是什么时候说漏了嘴 小麦知道了死这个词汇 回家路上 一个小学生独自过马路 他似乎看到了几年后的小麦 随着身体愈发严重 他停掉了工作 带着小麦到了第五个家庭 女主人滔滔不绝 男主人随身复合 桌上放着兔子玩偶 小麦很是期许 男主人将兔子递给小麦 还带约翰参观了火车模型 约翰想让小麦看看 但男主人找理由搪塞了过去 在告别时 女主人向男主人使了个眼色 连一个玩偶都舍不得 怎么能保证会爱孩子呢 约翰无可奈何 回家的路上 小麦问什么是领养 约翰站在小麦的角度解释道 当亲生父母不能照顾孩子的时候 那么孩子是可以找个好心父母的 男孩表示自己不想被领养 随后一路小跑 沿着公路的裂缝走了起来 回家后 约翰偷偷沿着公路走了起来 他试着去理解小麦的想法 但没走几步身体却摇晃起来 倒一杯果汁也止不住颤抖 晚上约翰让小麦穿上新买的睡衣 让他尝试接受新的事物 可他怎么都不愿意 扔掉了约翰给他买的所有东西 他没有发火而是笑了 儿子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脾气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开始为扔掉自己做准备 坐在树下沉思许久 他知道自己已经快到极限了 开车来到墓地 提前熟悉这个新家 把车子收拾干净 找到妻子唯一没带走的手套 接着把车机收集的客户资料 一并转给同行 剩下的时间他要好好陪伴儿子 开碰碰车 吃棉花糖 最后他采纳了领养机构的建议 给小麦准备了18岁打开的记忆箱 有十几封信和父子一起的照片 一张与母亲的合照放进手套 还有由小麦送他那根蜡烛 用了很久的擦窗工具 小麦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很早就醒了 起床后 约翰领着小麦过了最后一次马路 坐上大巴 去了那个单身女人的家 小麦抬头看了一眼约翰 约翰笑了 他想到了父亲对他说的话 有一天我会像甲虫一样 离开自己的身体 像气球在空中 你会听不到我说话 但我可以听到 在周围的空气中阳光下还有葡萄里 不是在葡萄里 而是在味道里 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约翰选择了单身女人 他可能觉得 他跟自己一样 有着艰苦的过去 很有爱心 懂得珍惜 肯定是会好好照顾小麦 其次是两人聊天中 约翰想到了妻子 同样是生下孩子没有领养 妻子多年以后 会不会像女人一样 约翰的爱是默默无闻的 父母对我们的爱 也是默默无闻的 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我们要试着找到 合适的方向